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人的東西 還有動物的東西 我們今天也要講一些太空的東西 據我所知 美國的Artemis 它對上一次的發射好像也太大了 是不是? 發射 它對上很早就去年年尾的時候失敗了 但是後來再 因為整個任務本身就沒有去到載人的階段 但是上次後來再補回那次 應該是隔一兩個月再發射 好像是順利完成的 經歷了二十多天之後就完成了 我不敢肯定 因為我印象中 好像是前幾天 他們想發射那天 有載人能力的 應該是臨時取消了的 但是這個不要緊 因為我們這一節是想講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似乎現在美國這個登月計劃 或者月球去建造基地這個計劃 事在必行 是不是? 嗯 其實是的 很多的前期工作就做了 然後中期的工作是在做 譬如剛才說的Artemis的任務 下一步就想著載人上去 載人上去就想著帶一些的設備上去 那些設備是應該可以預備來給人家去下一步再建立月球基地的 那這些是一些難件上的東西 但是其實在一些軟件上 制度上的建設 那其實一直都已經是提上日程的了 那所以呢 今天都有一宗幾特別的新聞呢 就是跟大家講 要跟這個月球探索有關的 那要在月球去一個基地呢 那我們在月球上面是不是都要守時呢? 那絕對是啦 那你家裡 就是你都要有個鐘 雖然你可以天天看電話做個鐘 但是你可以 通常一個你打算住得一個安居的家裡 你都要有個很容易給自己看得到時間的位置 那如果月球的基地都要成為一個這樣的功能的話呢 那你都要放個鐘在那裡 但是這樣就有趣了 那個鐘教哪個時間都好 是的 還有那個鐘那個制式 如果你說用地球上的鐘 又是擺一個12小時走一個圈 24小時走兩個圈 又分上就下就 那其實這個東西去到月亮那裡 是完全不合理的 可以 是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地球上面的人 就是以24小時作為一個週期 你在月亮上面你都可以跟24小時的週期的 但是上面的日出日落 那種這樣的pattern 是完全不同的 跟我們在地球上面 那大家也都知道 月亮的自轉 跟它圍繞著地球的公轉已經是同步了 都是大約以29.5天為一個這樣的週期 所以就是說 它經歷了大約這20多30天 回到同一個位置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都看到它的日出和日落就出現了一次的原因 就是它那個一天 你看看一次的日出日落的這個循環 和 基本上是有我們地球的一個月那麼久的 就是講著這樣的時間 所以它在講著 放一個什麼鐘在月亮上面 那個月亮上面那個鐘下那個時間 月亮上面的時間觀念 其實就已經很有趣了 這個問題 如果比台長要你想 你會怎麼想的 沒有的 我都常常說 如果我在其他地方 我都看香港現在什麼時間 對我來說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這個是和我們那個生物的節奏有關的 我們看到的太陽出來 我們就會起床 我們看到的太陽下來了 晚上出來的時候我們會睡覺 但是在月亮裡面這個概念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們要想幾個問題就是 我們去畫個時間表究竟是說 跟我們在地球上面那個生物的節奏 但是在月亮裡面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月球裡面講一個時間觀念 其實是一個挺新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在地球上面我們有時空的 在月亮裡面我們有沒有呢 現在這麼說 月亮的這塊和東那塊和西那塊 需不需要給兩個不同的時間嗎 這個我不知道了 但是很明顯就是 月球自己的這個時區和地球上面 無論是加林威治時區還是香港時區 應該一定是有很不同的 在地球上面很方便 我要把它成為美國東岸時區和香港時區 我做一個很簡單的對面 做一個加減數就可以了 但是在月亮上面整個東西 就不是純粹一個很普通的加減的關係 當然你問我 如果以這個美國人登月的話 可能最方便的大美國主意就是用美國的時間 用這個休斯頓也不是用紐約時間 用這個休斯頓的時間 是不是 而且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但是這個休斯頓時間是否可以直接成為月球標準時間呢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這又要呼應一個問題 整個未來太空探索也不是說只是你美國自己獨家 其實就是說 現在這次說要談這件事 主要是這個歐洲太空重署 你其實是應該整個地球上面 會做太空探索的團體 要想一個新的制式和協定 去想一下怎樣去談這個月亮上面 怎樣去定時 其實定時說的是一種叫壽時 就是說我怎樣去獲資都跟地球去同步 其實這件事如果你說純粹一人教個鐘 我就算給你這樣 地球上面我拿個鐘上去用 然後我要你全部用完休斯頓的時間 理論上是可以的 然後大家的鐘排都這麼慢 我就照顧對方 我現在三點半裏 又三點半就算了 不過我不管我這邊的日出日落 我只要是跟回 好像在美國休斯頓的那種 生活作息時間這樣做就算了 但是不要忘記了 在月亮上面 和就算在這個人造衛星圍繞著地球的軌道 是一定會受到某程度上的 廣義相對論的效應去影響的 就是說我要將那個在人造衛星上面 離開地面幾千公里的 那些人造衛星上面的時間 和地面去做同步 我是需要用到廣義相對論的修正的 這件事是在我們的GPS系統 我們都一定需要面對的 而且就是說去到月亮來說 這個需要的修正還要大幅度一些 所以就算你兩個鐘拿著同一個 你會發覺你就算不理它 兩個同一個品質的鐘 我都知道大家都是拿到歷史上去 大家時間觀念一樣 最後大家都會有一個 來自這個地球引力場給出來 一個需要用到廣義相對論 才能解釋到的不差在背後 所以那個怎樣去把時間同步 受時的問題呢 其實也是去定這個月球時間 變成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去這裏這麼說 那這次那個歐洲太空總署 和未來這個美國太空總署 他們會怎樣談去定一個 會不會覺得需要定一個月亮的時間 和要定的時間怎麼去定呢 那這個就沒有答案了 就不知道了 那這個就要看回他們 就是太空航來人 我想他們一定會找一個方便 對他們自己做事的方法 就要看回他們去定時 但是這個月球那個體積很小 就是它兩個點 就是兩個最極端的東西 那個差距不是太大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整個周期的變化 就是慢了 譬如你地球你要看到一天那個變化 就是24小時 但是如果你月亮上面 你在同一個位置 你在每一個位置 你都要同時看到日出日落的變化 在說的是二十幾天 二十幾三十天 所以就是你究竟你是 你要這樣說 需不需要在月亮上面 定幾個不同的時區呢 那這個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 但是起碼就是 我想現在第一步就是要想一下 月亮上面那個定時 我們可不可以定一個 現在是月亮標準時間 晚上幾多點這樣 那會不會是整個月 越大越亮就是一個大時區 但是它這個時區 是要經歷那些換算運算師 能夠能夠兌換回我們香港時間的呢 那條適要是怎樣呢 那定的方法是怎樣的 那這裡就是 就是覺得 現在是大家先走來去談 然後就談完之後的目的 就是為了未來的太空探索任何 是啊 現在它這個新聞講呢 其實都是它自己月球那個時區 就不是剛才我們說的 月亮 月球在東西變 是一個統一的時區 相對於地球 那我想這件事最大的含意就是 那簡單來說就是大家現在肯定著要 要佔領月亮 是啊 現在要有一個基地在那裡 那我想這個含意本身是很大的 就是戰略上的含意 是啊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今天這一節還要講一個就是 那個日本的 天文發言來的 是啊 它那個探索這個龍宮 這個小行星那裡有什麼進展呢 我們其實在以前都成年計的科學生之前 我們都很去找這個日本的 叫做哈亞布什亞計劃 就是那些新聞來去講的 那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很少數的太空任務 是會走去找一個小行星來登陸的 而日本就選了一個 就相對於比較容易去的小行星 這個小行星不是處身於 火星和木星之間小行星大那麼遠的一個小行星 而是純粹在大約地球軌道差不多的一個小行星 那它呢 都是圍繞著太陽轉 但是由地球那裡過去呢 就相對比較容易 那然後呢 日本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追蹤了他們那個計劃 就是派了一個人造衛星上去 一個探測船來的 是直接走去登陸它 登陸它之後呢 還要特意去做些事情 來上面炸它呀 試一下在上面跳一下彈一下呀 然後甚至乎很重要就是說 在上面拿相片的 拿了之後還要回來給我們看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這段說的東西呢 就是跟進回我們先前對於這個日本這個 龍宮小行星的那個研究的一個跟進報導來的 那個故事開始就是日本發射的東西去 抵達了一個軌道 在上面可以跳跳閘可以登陸 還拿到一些相片 現在我講的是拿了回來給我們去驗 就有些東西去看了 究竟這個小行星上面有什麼呢 那其實正在這個星期呢 都出了兩個呢 都挺經驗的發現的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台長現在都展示了一個圖出來的 就是講的上面有organic molecules 其實就是講的這個龍宮的小行星上面 有大量的有機化合物 那這裡講的有機化合物呢 不只是講的一些碳氫的發合物 甚至乎應該是找到一些氨基酸的這些東西 那這樣就其實呢 就對於那個想研究一下這個生命起源 甚至外星生命的人 就會有一個很興奮的發現來的 因為呢其實原來呢 在這些這樣的有機物質 去組成我們身體 組成生命的這些基本單元呢 原來竟然可以去到這些這樣的 在我們附近的小行星那裡都可以隨手可得 是的 那這個有機生物的元素 是不是代表這個地球的生命的起源 是源自這些這樣的外太空的有機物體呢 如果我這樣講你相信我 這個不是你說的 因為以前有一個很著名的科學家 Fred Hoy 他是寫了一個本小書來講這件事的嘛 那我會說這個其中一種學說 因為其中就是說如果我們這麼辛苦 要解釋地球上面生命由零到一 又沒有到有 又沒有要煲到有 是這麼困難的時候 會不會其中一個比較容易一些的方法就是 其實這些地球上的生命 都是由其他地方移民過來的而已 他們那種孕育和演化的過程 一早在其他地方就做了一大部分的了 於是乎現在來到地球呢 就可以做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發展到很多東西這樣 那這是其中一種學說的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從一個很科學 科學家的角度呢 其實會這樣講的 其實隨著我們那個探測的靈敏度 越來越高 搜集的數據越來越多 包括這次上這個小行星 拿到這樣的小石頭下來 其實我們發覺呢 根本宇宙甚至乎我們的太陽系 裡面我們的行星的形成過程裡面 簡直是不需要在地球形成之後 是在地球未形成前 還是一個舊雲的時候 本身已經有很多這些有機化學物 可以是孕育到的 在這個星際物質之間 所以就是說如果有一天你告訴我 某某的星和某某星中間 那一批這樣的星雲裡面 有很多有機化學物 不奇怪的 它不需要經歷過生命的過程 它自己這樣吐吐一下 撞撞一下 本身形成的過程裡面 就自動形成了這些兩個有機化學物 現在如果問我 這次在龍宮這個星體裡發現 我就會說 基本上就驗證了一個說法就是 由那個星系形成的過程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很多有利於這些有機化學物的形成的條件 然後這些有機化學物 它能夠去營結成為一顆顆星的時候 就落了在那個行星上面 甚至乎就是說 會不會在一些其他的行星上面 我們都找得到 那這裡就這麼說 如果你說在火星上面找到 我不知道是否容易找到 但是現在暫時 我覺得都需要慢慢去發現 但是好像去到那些木星土星 你要去找就很難的 因為那些有機化學物相對是一些比較重的分子 它們會殘外大量 氫氣它們就在外面浮了面 所以你要在那些這樣的星體裡找就難了 但是如果你在那些木星外圍 那些小的衛星上面找 可能又會容易一些 它們那個側身就比較像我們那些地球的側身 另外你說在金星那裡找我覺得 又也不奇怪 只不過金星外面有很濃密的大氣道 也都被蓋住了這樣解 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龍宮 這個星這樣的小行星都有這麼多 其實都驗證了這些東西 就是很容易看到有的 另外除了這樣的發現之外 在這個龍宮這些上面的碎片找出來的樣本 也都是找到一些就是說 一些的元素證實了這些這樣的行星 這個小行星基本上就是由整個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就引育下來的一些物質 它本身就跟隨著整個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就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龍宮這樣的project 是都帶給我們一個太陽系歷史考古的一個研究 我會說 不刻意也都帶給了對於那個地球上面 有機化合物的那個形成的歷史 也都給了一部分的證據給我們的 好了 那我們只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就是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Mike 李宗佛 你為什麼一直在實話 你們別忘記了嗎 發展時間